天天想你 天天問自己 到什麼時候還能告訴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顆心 把握最好的愛留給你 以臨性思議以及心在哪裡 兩大主題所構想的2013 台南愛情三市七色加連發發熱活動 在台南酒聽說中流熱開幕 起因很多鄉鄉對對的精靈 阿嬤共同參加 現場三十六個創意設計 手續以及藝術活動的單位 讓正如共同製作愛的見證 班尾感作社的心心上因班尾印座 照顧藝術活動 優勤情如之間的心靈鼓勵 並且開放 以外街路民 讓民眾用分別塗鴉 充分典現愛情三市的氛圍 其中 武林局長現場演出 祝福的海洋之心 尤其在老闆館的武者 將承認 等待在臺民武者時 現場觀眾的民眾 也都看得到 用力情的報告聲鼓勵 任務 跟在地武团、政策的演出 传达邀請全國的精靈、紅、母 以及還在尋求愛情的鮮藍心路 來台南新穿的緣分 台南是一個文化首都 其中典中和制度的各方面 都是最適合推動台灣文化和接見外島 台南是文化首都 對不對 台灣的典章制度 節慶各種的這種歷史 最能夠代表台灣的就是台南 所以自自然然的 台南市就有責任 去推廣台灣的節慶、文化、各種活動等 2021年開始舉辦的台南七色愛情 社區那些活動 為原本做16歲的信用出發 將中大生年後的愛情主義中心改歲 也就此處QIM全國學生族運 在蘇格期間來到台南感受傳統的氛圍 今年專為人生主義 剛才參加者為立業、結婚、生兒子 生年四個專徵 看台南人在不一樣的人生改動 所信用的傳統時修和這次廟屋 這個元素就是想要讓台灣大家知道 其實由我們自己的情人節以外 也讓大家能夠知道 台南市的文化 關於愛情文化的元素 另外呢 因為台南市是最特別的 在七夕的時候 全台灣就只有台南市有在舉辦 成年禮 做十六歲 做十六歲 然後 軟交部庭 祭拜 親牛罵